我們來做第八天 那一樣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八天的考題是什麼 在他們遇到一堆樹林 然後呢這些樹林種植的方式是隔著往隔狀的 是前一次拓荒 種下來的樹 Treehouse 種一個樹屋 它規則來囉這個樹屋是要被隱秘隱藏在樹林裡 我們直接看例子 quadcutter 四軸 飛行器 general map with the height of each tree line 這個input已經出來了 所以 day d08example 分號 信號 p 貼上 系統的 clipball 儲存 儲存 欸 為什麼這個 傢伙的長相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d08 沒有儲存 沒關係 從d07 來改好了 copy d07 點購 變成d08 點購 d08 d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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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資料解構應該是要整個重寫過 Part1 Part2 我剛剛這搜尋講一下好了 它是一個叫做Vim 我覺得是Vim上面最強大的搜尋 它可以打兩個字母 通常我們要去的地方 比如說fail的這裡 我想要改這個字串好了 我們通常要去的地方 只要透過兩個字母 就可以識別出來了 然後剛剛那是往下搜尋 現在要往上搜尋 所以打一個大S 然後我要找的叫做fail 就打一個FA 大F小A 因為這上往上找它為image這個 它就直接跳過去了 我覺得這是我目前看過 編輯器裡面 就是就畫面上看到的 字串 我要去到的地方 這是最快的 去的方法 然後往下我們再看一次 我剛剛找D07 就是我要到 假設我要到這個07好了 你看這裡還有一個07 然後這裡有一個07 畫面上有蠻多07 可是我眼睛看著 我現在要去的07 在這裡 然後呢我就打 往下找就小寫了S S 然後打07 OK 它把所有07出現過的 它首先會跳到第一個 出現的07 接下來有這麼多個07 要怎麼去 它幫我們用 一個 字母代替我要去的地方 我剛剛看到是這一個嘛 它現在顯示的T 我反白用橘色 它顯示的T 就直接按T 就直接來到 我眼睛看著我要去的這個地方 這個叫做 Vim的snake snake search 看一下是不是 Vim snack The mission motion The missing motion for Vim OK 它這有一個例子 所以要到任何畫面上任何我們看得到的pattern 的地方 我們只要打三個字母 應該說應該說四個啦 S 是search 然後 後面這兩個字母是你要去的地方 然後畫面上會有一些 地方就是 highlight起來 高亮 highlight起來的地方就是 它找到跟這個EA相關的 然後它把它取代成某一個字母 你再用那個字母過去 所以總共是按四個按鍵 如果如果你要去的地方是第一個 就找到就是你要去的地方那就這樣就去了 就已經直接過去了 你接下來就 應該是不用按就可以直接開始做你想要做的事 通常都是進入編輯模式 OK Vim snack 這個 這個 搜尋是非常強大 然後在VSCode上其實你也有機會把它打開來 像我這邊如果 我們直接 打開call D08.GO 然後 因為這邊我也有裝 VSCode也有一個 Vim的 Program Vim看一下 這一個 它就叫Vim Vim 然後你有裝這個 然後 應該有一些設定可以把它打開 Sneak Sneak Enable Sneak Plugin V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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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不太確定這個S就可以了 我們直接看一下喔 我們要 一樣是 我想要去 S07 我畫面上看的這一顆好了 S07 它這個效果更好 它直接把其他的地方都 反白掉 然後你要去 我要去的地方就是這個L 小寫的L 直接按L 它就過去了 然後如果你不習慣按A到Z過去 你還可以把它替換成1到 1到 1到10 1到0 這個是可以設定的 Sneak 的 Character Sneak Sneak Single character Sneak 不要 找不到 Sneak Sneak有一個設定就是你可以 允許哪一些字可以 出現做替代 這一次 因為是A到Z 而且它會盡量把這些取代的字母 放在你手指頭 靠近就可以摸到的地方 因為一般打字 會假設你是 兩個獅子分別按住F跟J 所以它這出現的字母也是有學問的 它是 出現在F跟J附近 除非你重複的 Pattern很多 就可能開始會用到一些 稍微外圍的字母 我覺得這個移動方式是 目前我看過 編輯器裡面最先進 但是也要經過 你自己的訓練 你才會習慣用這個東西 否則很多人還是像剛剛BS Code 太多人都是習慣用滑鼠 或是Touchpad 直接去 這樣移動 但是Vim強大就是它是 可以在編輯模式跟 一般模式下做切換嘛 所以你 切換有一般模式然後 你可以用這個 盡可能的用 最少的 按鍵 去到你要去的地方 我覺得這會是最 最方便的 應該說是最高效率的 應該要 習慣這種高效率的移動 繼續來整理一下這個Core 看一下 這下都跟這個沒關係 好 看一下 基本上 Day1就是把 Part1就是把要的打開 然後這邊因為是牽涉到 資料結構就先把它關掉 就算是第八天也是這個類似這樣子的 讀進來然後PASS 我想一下可能要交給一個檔案PASS 或者是一行一行的PASS 我們繼續把題目看完 這些數字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是它的高度 0是最矮的 9是最高的 A tree is visible if all of the other tree between it and the edge of the grid are shorter than it Only can see the tree in the same row or column And that is only look up down left right OK 它把題目畫約成就是你從任何方向看過去 比如說你從下面往上看第一顆是9 你是最高的數所以你後面都看不到 然後這裡有一個9 我們繼續看它的講解 All of the tree around the edge of the are visible OK 邊緣的樹都是會被看到的 那記住我們的目標是找到一個位置 讓我們的樹屋是隱藏起來的 就是從各個方向都看不到那個樹屋的這樣 Since they are already on the edge 其實 there are no trees to block the view Sample leaves interior night tree 左上的5是 visible from left and the top and the top it isn't visible from the right or button OK 它說左上這一顆呢 從左邊看的是看得到 從上往下看也看得到 從下往上折看不到 因為有跟它同樣高度的 所以它會被擋住 右邊往左看也是 右邊有一顆5 可以把它擋住 好 它先把這個規則確立清楚 然後 top middle 5 is visible from the top and the right OK 上往下 右往左看是看得到 只有這兩個方向 top right 1 這一顆1呢 從任何方向都看不到 not visible from any direction for it to be visible you will need only be trees 然後左中5 左中的5 應該是這一顆吧 visible but only from the right 它只有從右邊被看得到 中間的3呢 想一下 全部看不到 is not visible from any direction for it to be visible so there would be need to be only tree of the most hot 它已經先把周邊 這個周圍的框框都去掉 因為周圍都會被看到 right middle 中間 右邊中間的3 visible 從右邊看得到 最下面的row middle 5 is visible 從哪裡看得到 從左邊看右邊 可以被看到 3跟4呢 3跟4 卻沒有任何方向看得到 ok 把規則確立 那 那 16 tree visible on the edge another 5 visible in the interior 21個tree are visible in this arrangement 這個是1 2 3 4 5 25 5顆裡面 16個是在周邊嘛 另外5顆是在裡面都會被看到的 16加5是21 所以25-21就是4顆是完全隱藏的 好 答案就很清楚了 想一下喔 我們先把畫面這樣分隔 data data d08example 好下面是測試的 d08testing. 我想要 d08test 我想要改 這個 關掉 打開 turnal copy d07 test 這個其實可以直接透過 command line來做 然後答案就是多少 21加 不是 16 20-4 16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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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這樣子嘛 然後 取得看是多少 可以 這樣應該可以 好然後接下來看要怎麼 parse它讓它是對的 我們 我們 先建立二文矩陣 所以我需要一個 tars 回傳一個二維矩陣 所以是 就是 可為矩陣 Ii 先把大的先寫好 就是 流程 Ii建立起來之後 然後去算 可能分兩段吧 一個是算它的周圍 其實周圍在建立二維矩陣的過程就算得出來了 Age的數量在這裡 然後 再去算它裡面的 我們現在要算的是 Veasible How many trees are visible OK interior 就是內部 account interior Ii Ii 傳進去 Ii 需要 知道它的 呃 編長 Side 然後這個Side 要傳進去 好 是讓p2不會crash 所以 Pars這邊 就 回傳兩個數字 一個是 二文矩陣 然後 編長 Side P 我應該先把它編長找出來 應該先把它編長找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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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我知道StringLens不是Byte的數量 而是Ruin的數量 我先把它轉成Slices of Ruin Scii等於...先把它... 呃...是長度 先轉成Ruin Array of Ruin 這是它的長度 接下來就一行一行往下N了 確認一下它是不是一定是N N by N OK 不確定 需要做這個假設嗎 Square 沒有...沒有這個假設 想一下不要做這個假設 不要的話就是把寬跟高送出去嗎 先假設一樣 因為它都是Greed Greed就是長寬是相等的 好像這樣有點牽強 嗯...就做一下這個確認吧 只要答案確定是有就可以 嗯... WordCount Character 100 那麼接下來是...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 呃... 然後做一次... WordCount Line 99 What? 喔 212222 呦...表五耶 其實只有... 所以不是正方形 好 這個... 範例是正方形 那不能做這個假設 不用傳出去 OK 我想一下... 我們還是從這裡傳出來 省的再算嗎 寬跟高 然後答案就是... 寬X2加高X2-4 這是... 這是週長... 週長... 這一桶就要寫這樣子好了 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 答案就是... Edge加... Edge加... Interia... OK 所以它還得... 傳寬高出去 然後... 寬高怎麼知道呢 欸... 一行一行一行長出來... 所以... 每... 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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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到一行就是... Ii等於Append的Ii 加上寬度 寬度就是這樣子 剛剛那個ArrayOfLuin 把這條線轉成ArrayOfLuin 然後這邊是要make一個ArrayOfInteger 寬度是wise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透過讀取的方式 是4 Key跟Value 是這個Stream 這個Luin RangeOfLine 想一想 其實是它的 這邊的高度命名很容易跟速的都混在一起 也許是叫做X跟V 算了 OK 是吧 是 是 有 Trees 看這個東西 ASCII Code 這邊應該不用用那個轉換 直接看 ASCII Code 這裡 它是從0開始 OK 所以Role的DI其實就是 Score Fling Value LuinValue Gap用 這個本身這樣出來就是Role 然後-去0 -主要全部 把印出來看一下 - 然后换一行 PASS完之后这个Rule就把它append到Trees ZeroBeating应该是空的 这边就 我们既然开台嘛就稍微讲一下 就是一些基本的Golain的东西 这个 Golain有个特殊的设计就是它的回传值 你可以给它名称 如果你给它名称的话 那它就会是一个已经被 宣告的变数 那宣告的变数它的值 初始值是怎么办 就是所谓的ZeroValue 那整数的初始值 整数的ZeroValue就是0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 算是slice 然后slice的ZeroValue应该 看一下 Golain ZeroValueOfSlice NealSlice ZeroValueOfSlice ZeroValueOfSlice OK是空的 好 那很抱歉我们就需要自己配置 A NeoSlice has Lens And Capability of Zero has no underlying array 我想一下 没有的 并 那我可以append吗 像这个 slice宣告出来是空的 它会是00 那如果append呢 s等于append se 然后再印一次 这个 Golain很方便的学习的一个方法 的地方就是像这样子 它可以 直接测试 OK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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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append的1之后呢 它的长度变1 capability也是1 然后我记得它会是 二进制的 二倍数的成长 所以我第2个在append 然后再把它印出来看一下 1再塞一个变2 2再塞一个呢 OK它就变capability变4了 1248 如果再塞 两个的话 试试看 记得这可以这样塞 4跟5 诶 变8 它的成长 是指数成长 OK了 那这样 我们就不用再看了 答案就出来了 我们现在append的方式是可以的 接下来 好 我先还是把宽跟高传出去 宽度 宽度一定会是随着这个计算 然后这里就有宽度 那高度呢 最后算完以后 我再把高度整理一下 高度就是 高度就是 Length of trees 二维矩阵的 第一个 就是它的高度 这边可能 这边可能 稍微讲一下好了 绿子第0个 其实就是一个 这样子 slice of integer 它是这样的 treece的第一個 又是一個 slice of integer 就是這樣子的一行 點點點 treece的第... h-1 其實h高度-1 也是一個 integer 所以... lens of trees 就等於h 這樣看得懂 二維矩陣其實是 你先配置 一個 維度給 一維矩陣 所以你計算這個 一開始配置的這個 如果我知道我要配置高度的話 高度是h的 二維矩陣 我應該要這樣子 treece 等於... 我會先make一個 slice of slice of integer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個array of array 然後長度就是高度 然後再分別針對每一個 element 去配置一個 你可以想像是這樣 index 要嘛不用... 然後每一個是raw 然後... 想一下 envoletrees 然後raw 就抬銷在make 在make一個 寬度 slice of integer 寬度 capability 就是寬度 如果你有一個固定 知道一個寬跟高的二維矩陣 要配置 配置的方法就是這樣 那反過來說 你要怎麼知道這個 二維矩陣的高度是多少 你就直接問這個 二維矩陣的 length就可以了 這樣直接return 就...這三個值都有了 想一下 我們就... 這邊會把它印出來 所以我們這樣pass完全就知道了 剛才就講了 現在利用大寫的s 然後pa 就跳回來 再利用信號去做整個 整個範圍的search 發現沒有人用它 所以... d08pars 為什麼不是 還有叫d08 這裡呼叫到 然後寬跟高都來了 我決定了 這個寬跟高其實為了算edge 那不如我們就在這個pass裡面算出edge來 把edge從這裡算出來 把edge從這裡算出來 那... 想一下 一操布 這些是... 有在一起吧 ... 一操布 一操布 你... 一操布 你拍拖 一操布 你拍拖 沒有 沒有 有的是大寫 想一想 什麼是有的 還是 prefix 這樣就有了 真正 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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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棄 好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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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应该叫Visible 然后一开始就0 万一应该从1开始 小于宽门高也算出来 宽是trees去第0个的Lens 高就是trees的Lens 然后最后一行也不用算 所以就小于height-1 然后x一样从1开始 x小于宽 x++ 所以现在给定任何一颗interior 你要去计算它能不能被看到 所以会需要用坐标 跟它这棵树的高度 然后再利用trees下去算 这边已经可以知道需要一个方式 叫做D108 Visible isVisible 直接叫Visible golem的convention 不用这个isVisible 好像是java的convention Visible要传来的 当然还是这棵树的grid 然后是坐标xy 某一棵树的坐标是xy 然后是不是Visible 然后回传是boolean 然后我们就从四个方向下去算 那就先从左边吧 look from left to right 从左到右看过去 那你就是要把 第1个x4and 看一下这命名 Target is x Target y 然后x就从0 然后x小于Target x X++ 这边是只要发现它能够被看到就离开了 所以如果 Target的高度 就是trees F F Y X 这边就是 第1个坐标是y坐标 然后第2个坐标才是x 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二维矩阵的那个 配置方式 当然你如果要反过来的话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在想像中的trees就是 这个叫做ymajor 所以我应该要在那里做一个助记 tree tree is ymajor min min x y to get treeheight at x y with trees y x 如果这一棵是正在找的这一棵树 大于等于数高度 Return false 就大概是这样四个方向 这左到右 然后从上 top to button 这个就要检查 y从0 y到ty y++ 如果其中一棵树高度超过 你就看不到了 这棵树就被遮住了 就return false 所以这个beasible 就是回传sauce 然后这全部都通过 最后会回传true 接下来是从右到左 这边果然出现问题 右到左我需要知道它的宽度 我需要知道宽度 dn行的宽度 dty 这一行的宽度是trees dty 这一行 然后它的宽度是lens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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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右边往左看 那一样 那一样 任何一棵树 超过它的高度 大于等5 就是被遮住了 最后是look from button to up 也是一个y y从 twist 的高度 高度 到 大于 ty 也是y- - ok 所以 我们针对interior一颗一颗颗算 如果 D10 把 visible trees xy 就是tree tree veal veal 就 加 1 最后的return就可以了 这样整个已经算完了 parse一下 edge直接从这里出来 然后要算这个edge加interior 整个端上去变成了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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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吸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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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呼吸 我们开 如果 都沒有遮住 不得不得 要找的是只要Visible 只要有一排完成 就可以走了 再一次喔 然後這邊出來後 只要吃Visible 就可以走了 這這樣子扣到很醜啦 好嗎 好嗎 所以如果都沒有進來這裡 他會來到這裡發現Visible是True就可以走 因為已經確定從有一個方向可以看到了 這個邏輯上看起來是對的 所以再跑一次 掛掉 Out of range 第幾行 第08118行 我們先檢查看一下 這邊我就先檢查 EE Checking X0 Y1 要發現Visible就離開了 接下來是檢查 第2顆21的這個屋 他也是從左邊檢查發現block hidden 或者block Hidden改成block的 第2顆就發現了block 那接下來找從上到下是 X2Y是0 高度是3 這個是 這樣應該是Visible 這邊應該要除去啦 為什麼沒有 因為 因為 再看一次 第2顆是這一顆 然後他從左邊發現被block 所以Visible 喔 所以每一個 要進去以前都要Visible是True 如果出來還是True就可以走了 先把邏輯改對 出來又還是True就可以走了 最後一個其實就Return就可以了 Yah 還是掛掉 看一下喔 第2顆 Top 這個1是從任何方向都被block住 然後他就掛掉了 Out of range 看起來是一個 某一個if的 boundary 沒弄好 然後先從 這一顆是3E 然後高度1 左邊一檢查就立刻block了 然後從 上面檢查 也是block 右邊 4E檢查也是block 然後他想要從下面檢查的時候 掛掉 因為他是高度用5 OK看到了 這裡要-1 覺得這個口有夠稠的 有 小指 你說的 是說 是說 有 是說 不是說 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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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說 是說 可以打那样对的 四个方向看 哇 今天这样子 檢查這邊就會pass 然後如果我檢查的是 我就是不知道答案嘛 不是這樣檢查 應該把它直接改成是吃 不能印太多了 好 H392 392怎麼算一下 我記得剛剛是100乘 99 100 加100就200 加99加99 好吧 看來它不是一個100乘99的 它中間有漏掉幾個 1843 summit 對了 part 2 part 2這麼多喔 看一下 有點 有點想休息 tree bast part 2 bill the tree house they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see a lot of trees 想要看很多树,major viewing distance,or看到越多树越好 From given tree,look up down left and right,stop if you reach an edge,or at the first tree,that is the same height or taller than the tree 就看例子嘛 孤眼 Middle 5 in the second row 往上看它的view is not blocked 它可以看到一棵树 往左看 blocked immediately it can see only one 往右看 可以看兩棵树 所以遇到第一棵树 大於等於自己的高度的就停下來 往下看第一棵树 這個 所以它看了兩棵树 然後這是它的Synic Score 把這個 by multiplying together its viewing distance in each of four directions 往左看一棵 然後距離是一 所以就一乘 一 二 二 往上看一棵 往左 一棵 所以一乘一 乘二乘二 you can do even better consider the tree of height 5 in the middle of fourth row 考慮一下這一棵 往上看 往上看 可以看到兩棵树 往左可以看到兩棵 往右看到一棵 那不是 往下一棵 往右是兩棵 Trees the next score 2 2 1 2 8分 This is the ideal spot for the tree house 所以 Part 2 將這個答案應該是 2 3 這個坐標的是一棵數 因為它的景觀分數最高 OK OK 試一下 這樣是不是 Tart 2 的答案 這題的答案是 0 1 2 X 是 2 1 X P X Expect Y 2 跟3 Gen1 我們分別比較一下 GOTX跟EXPX不一样 ExpectX GOTX 再比对一下Y GO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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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改一下 XY 第二孔就不在意 然後是 計算每一個的景觀分數 D08 S1WD08 HIGHEST SC CMixCore Trees傳進去 就可以取得 移動 一颗一颗检查 然后需要一个计算 现在写原因是这个结构 是这个结构的结构 我们将来给我们解决 如果我们解决这个结构 我们解决这个结构 我们解决这个结构 那么,我们解决这个结构 我们解决这个结构 往左看 這個一樣用TX比較好 TXTY往左看就是for 0X小於TX X++ 嗯不是這樣子的 X要從TX-1開始 然後X必須要大於DADY0 一個一個往左看 如果左邊那一顆 只要我們往左看了一顆left就會加一分 然後如果左邊那一顆 跟我大於等於我 左邊那一顆的高度 也就是Trees的 Trees的 然後X大於等於 如果大一點就break 否則就繼續比 然後往上也是0分開是for Y等於TY-1 Y要大於等於0 Y-1- 往上每看一顆tab就加一分 如果Trees的YTX大於等於 height就 height就 wake 右方等於0 4X等於TX加一 TX小於 TX小於 X小於 LensTrees Trees TY TY TY一個raw 很像這個 接著 然後 Y等於TY加1Y小於LensTreesY加加 如果YTX高度大人heightbreak最後就score等於左加上加右加下 就是找到極限 highest就是max最大score 一開始是0 然後你只要大於max都可以 所以score等於D089 score x y 上進去得到分數 如果score大於超過最大 的話 maxscore answer 就是這個x answer 就是這個y 可以 這樣最後出去就可以了 maxscore maxscore ok 檢查語法 dex宣告但沒有用到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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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檢查 OK 再檢查 看一下喔 它的答案是 Consider Tree Height 5 如果它遇到更高的會 看一下它這幾分 答案是橫起來不是加起來 橫起來 所以Scenary Score 再一次 過了 OK 那我就直接來跑Part2囉 答案是15 50 這個坐標景觀分數最高 我想知道最高是多少 改成是Maxx Maxx Maxx 分數 是 是 好 這樣子好了 這麼多分 答案是15 What's the highest score possible 所以是這個分數 要是分數不是坐標 答對了 好 今天就先第八天 就先這樣子 這是我目前 用VIM的一個 我目前在解題最方便的 配置是這樣 左上角是 測試的資料 左下角是測試的程式 然後右邊就整塊就是編輯的 編輯區 全部關起來 第八天 變大 OK 就先這樣子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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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們沒有聽死吧 謝謝